2020年6月4日,現在全世界上已經超過了656萬個確診 死亡人數亦是386,000多 最大的重災區仍然是美國,現在已經是190萬個了 新增確診數目是203,000多 死亡人數增加了1081人,現在的死亡人數是109,100多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不是美國,而是巴西 巴西的新增確診是27,000多,比美國將近7,000多 現在的確診數目是583,900多 接著是俄羅斯,俄羅斯的新增數目是8,000多 比巴西的確診數目是432,000多 英國有1800多個新增確診,至近28萬個確診數目 接著是西班牙,從歐洲那邊來說 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他地方的新增確診數目 而在印度那邊的半島,印度自己本身新增9,600多 去到216,000多 印度那邊的死亡人數現在是6088 比上天多了是259個 土耳其、伊朗、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 就是3.15個百分點,去到6萬多 Bengardash就是新增數目是5個百分點,去到5萬多 非洲這邊的問題一樣維持在大約3%左右 全非洲,現在就去到162,000多個確診 死亡人數就是4,600多 比較嚴重的確診就是南非,37,000多個確診 增加了1,700多個 然後埃及就是2萬多 納芝利亞就是1萬1千多 等等 我們這邊大洋洲現在仍然是有新增確診 因為有7個外來輸入 有1個是本地的 所以現在在過去24歲多了8個 澳洲這邊 新西蘭已經歸了很久了 在南美那邊 巴西就只說了 它已經是成為世界最多確診的 新確診的地區 現在它有確診數目是58萬多 然後秘魯就是17萬8千多 新增數目是4千多 智利新增的比例是4個百分點 去到13萬3千多 埃及多就是1點多 哥倫比亞就是4點多 阿根廷就是5點多 現在南美那邊仍然有非常嚴重的疫情 北美方面除了美國之外 也仍然是有些地方 是仍然有比較多的疫情 例如有墨西哥 有瓜特摩拉等等 危地馬拉 所以其實現在 似乎從全世界的角度來說 那個 新增案例是上升 不是下降 不過上升幅度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有一個好的消息 是死亡的數字 平均值得慢慢下降 但是因為現在實在是 已經有600多萬人確診了 所以就 仍然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危機 希望世界可以早些脫離這件事